請教陳宇辰這個 你們不要一直問 我自己問 不 啥你要問 目前 眼前這個 現在的這個愛情 有沒有結果 根據你剛剛抱的數目 是所沾出來的掛 就不用再選 你在於怎麼說 我還是認為說 你要以事業為重 因為呢 你要有婚姻的話 相對的是給你一個 極大的負擔 按照老師這樣講 就是說他如果結婚的話呢 可能他必須要養這個家 是不是等於這個 那這個呢 有時候在信仰界 常常講說有幫夫運 我有沒有 對 你事實上是一個 標準的幫夫運 可是呢 話又說回來 幫夫運並不代表 完全是好的 會很辛苦對不對 對 現在如果你是 王詠勳的太太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幫夫 所以說 如果是張飛的太太 就幫幫忙 先拿一些來就轉一下好不好 這個以張小姐來講 他將來會有一個小孩 一個 生小孩的時候會剖腹生產 剖腹 他一定會剖腹生產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 那何老師 我們先很簡短的 幾個 怎麼生 他的孩子最多只有一個 一個 你也是一個 是剖腹嗎 這個我沒有給他算出來 還沒有算 最多是一個 真的 怎麼會這樣 陳師 來一掛吧 我看到的掛項來講 應該在37到39才會有孩子 才會有孩子 但是 因為他沒跟他們講的 是有一位 就是有一位 對 那麼 他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 最近 注意什麼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最近 身體不是很舒服 精神不是很好 好 好 小孔明老師出了看 不是說要用農油的 農油 農油愛吃農油 不對 中油啦 中油 中油舒服啦 龍門面神算 沙沙沙 自從我們這單元推出以後 收視率突破新高 是 最主要因為觀眾朋友 他已經可以看到一些 真實的東西 而且藝人來到這個單元 自己對本身 對未來 因為很多的疑問 都可以在裡面一探就近 對… 那女生說 請問你現在有幾個男朋友 他這個回答只要稍微慢一點 觀眾其實已經知道答案了 一定兩個以上 可怕就是在這個地方 像上一個禮拜我們問龍少華 他有結婚的嗎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女朋友 我們陳宇辰老師 馬上譜一掛就這樣 沒有 一應對 其實我們老師答案 他根本不用出來 是 龍少華的表情就已經充滿了自信 嗯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看你怎麼算了準備好 因為他的眼神 觀眾一看這個人不錯很正派 你像如果問到孔鏘 我告訴你 那連我們這些老師 他們大概也不敢斷 因為這真正很亂的 該玩家的 介紹五位老師 好 來 今天倒過來 好 第一位介紹 他對每一個人期望都很高的一位 都希望大家能當總統 好 小孔明老師 歡迎 歡迎 第二位是我們已經延伸 然後變成普掛最準的 這幾次都有陳宇辰老師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 宇洋居士 第三位 歡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四位 第四位 何高德 謝謝 何高德 謝謝 何高德 謝謝 你好 理事人好 大師 各位觀眾好 謝謝 那麼廖如梁是我們理事長 歡迎我們廖老師 歡迎廖理事長 歡迎廖理事長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請到的這一位 他的能夠 為什麼能夠有這樣大的成就 一定是有他的這個努力之外呢 可能還有天命 這位是出名的一位歌者 歌聲甜美 台原又好 今天請到他的節目中 他也有很多疑問 對未來各方面 還請教各位老師 我們來歡迎他出場 張清芳小姐 來 現場朋友大家好 五位老師好 老師 您看看 他這個女生的感覺怎麼樣 其實張清芳的外型很清秀 其實他非常有智慧 而且很容易原諒別人的過失 這個我是從他的姓名學看出來的 從姓名看出來 今天正好請到了張清芳 是我突然想到 請教宇洋居士一下 同名 筆劃都一樣 為什麼一個是歌手 一個是市議員呢 這個算命裡面 有很多的學科 比如說這個紫微斗數 紫瓶八字 捧掛 姓名學 種種 任何的學問 雖然不能放諸四海皆准 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一個相當高的 一個準確程度 那麼他當一個這個 為名喉舌的市議員 跟一個歌手來講 其實他在大體上有 整體上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目標 比如說他都是 靠嘴巴吃飯 靠嘴吃飯 靠嘴巴吃飯 靠嘴巴吃飯的話就是利用自己的歌聲 靠自己的口牌 勾出一個問題來 港名港生是怎麼不一樣的事 小空明顯是拜託說的 要不然準備好了 別人沒關係 對啊 一下就問他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港名港生 國人的民情不一樣 體財不一樣 他這個人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 請陳俊誠老師講一下 我還是根據過去的理論 那麼我們來沾一個掛 那麼麻煩張小姐 從1到9抱三個數目字 那麼我們來沾一個掛 258 我們先論258 258是嗎 258是嗎 好 呃 戴不戴147 這玩家是嬌腳有沒有看 這掛也知道 我現在這個掛已經幫你沾出來 是一個豐澤中幅掛 我們從這個掛像來可以判斷 張小姐的感情 是比一般的人正更重感情 但是有一點 常常比較心虛 對 常常比較心虛這樣子 就是我們從掛像 所以可以判斷出來是這樣子 心虛的意思是不是 因為很過度的保護自己 對 就會擔心這樣 不夠篤定對不對 對 他張青鋒這三個字 他可以說張口清秀芳香 但是他有一點要注意就是感情 感情 他從出事會到現在 至少有三個男朋友的問題 好 我們要聽的就是這個 有三個男朋友的問題 那這個請老師 既然你已經開了頭 那你要讓人家幸福 第一個男朋友可能是怎麼樣 第二個男朋友可能 第三個可能是怎樣 第三個現在是不是還在 他第一個一定是在還沒有出事會 在學校裡頭論事的 第二個 第三個一定在圈裡頭的 第二 第三個圈 但是他的成功點就是什麼 他高情散打 他不會背棄人家 人家先背棄他 他才會背棄 謝謝 什麼都一樣 不是 他不會背棄別人 我好像被拋棄的 我好像被拋棄的 是不是經常被拋棄 我只有他堅強的路線 我怎麼可能 不是啦 就是說拋棄的定義不見得 是別人想的 我自己想的 你不是說差不多圓分到啦 你就說轉換一個跑道就好啦 轉換一個跑道 他就主動會跑 轉換一個跑道 是我跑還是他跑 兩個都跑 兩個都跑 兩個都有另外的跑道 互相都是雙線在進去 對 你不要怕沒有男朋友 你不要擔心 馬上後面有一個來接啦 這樣講 這樣請老師說起來 算說他的屬性 我不會說改那個 對 你不要亂問啦 這樣你放心 我怎麼有幫你幫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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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對 ọi 對 對 真的嗎 我就是這樣 形容得更我的活動 對 因為我初戀就談五年了 初戀就五年了 在學校就五年 就浪費在一個男人身上 浪費在一個男人身上 對不對 不是啊 因為一談談五年 那就久了就好像兄弟姐妹嘛 反正也有人來接送去上學 那家裡爸媽也覺得很安心 那同學來帶去 回來再帶回來 所以我覺得也蠻好 像兄弟姐妹一談就談五年 很執著 現在事後想起來覺得說 那個情感 那真是情坑 一陷下去就是五年了 對 請教陳宇辰這個 你們不要一直問 我自己問 不 啥人家問 目前 眼前這個 現在的這個愛情 有沒有結果 根據你剛剛抱的數目的 所沾出來的掛 就不用再選 在於怎麼說 我還是認為說 你要以事業為重 因為呢 你家有婚姻的話 相對的是 給你一個極大的負擔 按照老師這樣講 就是說他如果結婚的話呢 可能他必須要養這個家 是不是等於這個 這個呢 有時候在信仰界常常講說 有幫夫運 但是呢 我有沒有 對 你事實上是一個標準的幫夫運 可是呢 話又說回來 幫夫運並不代表完全是好的 為什麼 會很辛苦對不對 對 現在如果你是王詠勳的太太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幫夫 所以說 如果是張飛的太太就要幫幫忙 先拿一些來就轉一下好不好 這也是從258這三個數目 對 從258這三個數目 有沒有 有沒有哪一位老師 有小苦名老師 我將你的優點缺點 全盤論掉 全盤都說你聽 意思就不讓他們再說了 現在 現在我將你的缺點先講 但是你不要生氣 對 道五過者是武師嗎 都聽好的 還是對不對 因為也好吃五輸 不好吃五餐 所以我跟妳說缺點 妳才會更紅 她算命的錢我拿 好嗎 最美麥的公氣 感謝 感謝 張小姐 張青鵬小姐 她做化型 這樣打扮像古裝 做要改進 化型要像 每個個星馬力連夢露 最懂形態 這裡 發展更快 出名更快 第一點 造型就是意見 第二點 她的臉上有一顆柱 這個柱是流眼淚的柱要點掉 第三點 你的身材太矮 你穿了高尖鞋喔 不夠高 不夠高 要加一寸高 人要吐比較高 這才有當高尖的標準 現在沒有標準 你的服裝 你穿得像男孩子 你要改創氣泡 比較好 氣泡 謝謝大家 第一點我可以改啊 第二第三點都不能改 我又怕痛 然後矮也不是我願意的 對 對不起 我插話一下 何老師要插話 年紀大了 跟貪金我那小顆 還是貪金我比較陷 要看人材 看質 是… 說你是眼小小玲瓏 但是你的內財很好 是啊 都會死 但是… 剛才他告訴你 那個資料點 就確實 真的嗎 真的嗎 那顆旗對你的 婚姻和別母有關 你加來 最均勁一定有一個人 碰鏡 六年前 六年前 他就是斷說 你們父母有一位不在 這就是斷 算是標準 是真的嗎 鼓勵一下 這老師講的 算準喔 算滿準的 這個字真的會這樣嗎 是嗎 宇洋居士 對 那個字最好是點掉 那針對這個張青芳的身材 我要替你講話 這個人的高矮胖瘦 是父母與生俱來的 是… 我認為我們在面對 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 要有不坑不悲的精神 我相信假使脫光衣服 你最漂亮 這一點 宇洋居士這樣子 我們要證明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 你們不能因為女生 就幫女生的忙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假使他去拍這個寫真集 你看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這些照片就可以證明 可是這有穿 這下面有圍毛巾 你講人家也不相信 這不可能 拍照怎麼可能圍毛巾 圍毛巾會影響到這個 山丘的幅度 不是… 老師演唱這邊有一顆 我們請小孔明老師幫忙 你看我們廖老師 我們說坦白 他這次要老了還是拿起來 因為主有分好壞 好像人生有甘的有中的 因為當時這次是 是白酒餅 中的白菜老了 我們的理事長 廖子良先生 他這次發記手禮 這是福樂收記 所以這次老了 他算命的生命會很好 稍微看 後面 你覺得稍微會怕廖先生的樣子 我們的理事長 稀稀 你好 你個人有什麼 如果沒什麼問題 接下來就是換我們要問 等於是對老師的考驗 你還有什麼問題 我要問的是 因為我媽媽一直在講說 人家現在啊 你的朋友都結婚了 生小孩了 然後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自己也是問我自己 我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有寶寶 因為我看到現在朋友的寶寶 你一有小孩的 整個生活都改變 問題是你結婚大概 你如果有結婚 幾年會結婚 大概什麼時候結婚 那如果生孩子 可能幾個 這可能老師要看看你的首相 或什麼的 要嗎 好不好 如果要看就看看 好 從首相上面請老師 用很短的時間來判斷一下 然後開始發表意見 他大概 如果生孩子 將來會有幾個孩子 會不會是未婚生子 可是 我自己是很排斥 因為我很怕痛 而且我懷孕起來一定很難看 也不會啊 還是懷孕之前多麼愉快 我這個小孔明老師 我現在不用看出場 我看不像就知道 你連手都不用看了 那我們從這樣 廖老師這邊講 你看他的感覺 所以看了是不是 這個以張小姐來講 他將來會有一個小孩 一個 但是生小孩的時候 會剖腹生產 剖腹 他一定會剖腹生產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 那何老師 我們就很簡短的 幾個 怎麼生 他的孩子最多只有一個 一個 好 是剖腹嗎 這個我沒有給他算出來 還沒有算 最多是一個 真的 怎麼會這樣 陳師 來一掛吧 我看到的掛項來講 應該在37到39才會有孩子 才會有孩子 但是他們跟他們講的是有一位 真的嗎 對 那麼有關於說 剛剛講談到這個孩子的問題 有一點我可以根據掛理來配合 根據我們理事長所解釋的 因為就整個掛項來解釋的話 剛好在地獄之行 就是剛好畫三行 所以說 婆婆生產是一個相當正確 這是有學理上的根據 是是 那是會不會未婚生子還是說 這個方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研究一下 我們先問小孔明老師 對 老爸有兩個學生 兩個 不得了了 出問題了 十五個不算 等一下 等一下 原來戶口明部只有一個了 外面還有一個了 對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 小孔明老師直接挑戰四位 好 我們的問題來了 張青芳小姐 最近呈現相當不穩定的狀況 經常喜歡跳槽 哪有經常喜歡啊 不是嗎 十幾年才跳第一次 以前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的時候 有一個雅號叫金屁股啊 這是什麼 因為他到哪裡去 坐在哪裡哪邊就賺錢 對 對 然後就是這個 他現在如果跳這一家唱片公司 對他是好還是不好 張青芳的命格洗水 所以貴人啊 男朋友 這個名字也有水邊 等一下 老師 他的表情現出非常驚訝可怕的表情 什麼意思 表示已經猜對了 先鼓勵一下 他的男朋友的名字裡面 有一個水 真的嗎 有三點水是吧 可怕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老闆姓洪 有三點水 有三點水嘛 新的老闆 對 而且是洪水 你就知道 那不是普通的水啊 這一次張青芳 光復南路這一家唱片公司 花了大約多少錢 把它從老東家挖出來 給大家一點時間 為什麼要問這種問題啊 蛤 沒問題問啊 討厭 你自己被查碎就要害我啊 結束了沒啊 被查完沒 結害了沒 討厭 這個問題哪要問我啊 從掛箱來顯示 應該來講不是在錢的因素而跳槽 他用錢來給他買一定買不動 買不動這個人 厲害厲害 感情的問題啊 所以感情無價之保啊 差不多要結束了 對啊 請老師給我們一點這個指教 他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啊 最近 注意什麼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最近 身體不是很舒服 精神不是很好 好 小孔明老師說得看 就是說要用農藥的 農藥 要吃農藥 對不對 中藥啦 中藥舒服啦 說不 說不 老師你如果說話就沒關係 你又跟他害死 怕死人 這就要用農藥 啊 不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中藥 中藥 輸不著沉下去吃 老師我愛 不是我不對 你要叫我吃農藥 不好意思 那就結束了嘛 好啦 今天非常謝謝 今天會有很多了啦 張青范小姐 也謝謝我們五位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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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